你好,中美争霸第三节 这一节是留言的 我先看上一集A的留言 有位朋友 应该姓陈的 叫 KLONG 他留言 陈先生留言 其实川普知道 他会输 所以选举之前打电话 吸习近平和谈 而习近平也知道 川普会输 所以在进博会时 把川普比喻为首 电筒 意思是自己是太阳 至于川普说中国会放弃2025 这肯定是方言 为什么不在选举前说 可以得到更多支持 这位朋友 他的看法认为 川普失去了 共和党失去了 众议院的 控制权 就等于川普已经输了 川普已经输了 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分析 上一集 基本上我会认为 川普基本上算是赢的 他在选举上 他算是赢的 我会这么认为 他要得到他要得到的票 他要得到的票 他两年前 他的盘根本都赢不到普选票 因为他走一套 选举的方向 和2014年的共和党不同 2014年的共和党 他基本上还是普世价值 不过比较偏向 传统的价值 勇枪权 那些 基本上 共和和民主党 分歧不是那么大 但是去到2016年 白人又觉得 喂 肥了些有钱佬 你搞 美国佬全球的 抗张 但是那个抗张 就是犧牲了我们的穷人 所以白人呢 你说 社会不给加税也好 那你排外 不是左右 如果是这样 加税的就是左 左翼那套 社会 人民觉得不好 只有两个方向走 一是左那套就是做 加税 共产主义式的行法 结库制群 但是另一个方向就是 排外 就是可能排斥中国 排斥一些新移民 保障他们的白人利益 那最后呢 美国的财经界 多方打压之下 桑德斯在2016年 就没有挖起到在民主党那边 但是反过来 在共和党那边 特朗普就成功突围 这个是民心思变的情况 民主党没有走左翼 共和党也走右了 最后那群白人冲到支持 特朗普这一套 虽然这群白人 已经心态变了 但是这群白人的基本盘 不过一半 但是白人上 人数上是凌价性的 在美国制度来说 无论是议会 无论是选总统 都是会对这些白人 他们会 给他们多些权力的 不是人人平等的 美国制度 因为他 参众两院都说参议院 比较 那些小的州人口 没那么多 也有两个参议院 普通的州 大州也好 加了几千万人 都是两个参议院 议席 所以呢 很容易把这些白人的影响力 抗大 无论是 总统选举 或者是 这个 所以特朗普基本上是没有跌票 我认为他没有跌票就算赢了 基本上他可以稳妥共和党的方向 只要向右翼的方向 但是我也承认他 他失去众议院 其实众议院原本多数是2014年的选举结果 不是他努力回来的 他只是这两年拿了前人的好处 现在到他自己真实附选 新的众议院议席来说 他不见了众议院议席 这个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看这个情况来说 他失去了众议院 有些很悲观的说法就是 他可能 有些人 会经常被民主党搞 搞到他什么都做不成 变成跛脚咬 然后令到他的民众 就会厌弃他 然后有一些说法 甚至说 他因为输得太厉害 所以特意 找一些记者吵架 这个星期你看到他和阿科斯塔 CNN的记者 叫他面红面绿 那些 他就是说他 气急败坏 但我觉得另一个解释就是 特朗普一早预议了 众议院 是贏不了的了 两年前他都贏不了 多数 总体 美国人口多数的支持 只是8人那里赢了 他都预议了众议院 算人头 他输是不奇怪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特朗普特意去跟CNN的人吵架 吵架完 就打了一个防毒针 就是CNN的人专针对我 现在我和你抹烂面来骂 特意设计是这样 就希望巩固白人 就说 如果未来 我特朗普 是给民主党那些人 去拦我 是因为大多数那些 黑鬼 那些的 其他族裔的人不支持我 他们就支持民主党 民主党是 令到国家失败的 是他们害我做不成事 那你们努力去 令到多些白人支持我 如果我赢到多半就好了 那就是 特朗普是开始做一些动作 他将 如果未来两年 他被民主党搞 搞到做不成事的时候 就将责任推到对家 基本上 我对特朗普 没有那么悲观 我觉得 他虽然这两年 会被人搞到七彩 里面内耗 民主党开始有了 众议院这个平台 可以发烂 以前 民主党什么都没有了 又没有参议院 又没有众议院 所以其实就比较弱 但是现在 得众议院这个平台 民主党基本上 搞不死特朗普 只是令到特朗普很多东西 都被他们拉布 拦住 但是 究竟这件事会不会令到 弹劾就没有可能 上一集已经说了 但是特朗普会不会说 连任都没有可能呢 已经连任机会降低了 基本上我不是这么看 因为美国国内支持特朗普的人 其实都挺坚决的 他会做些动作 和民主党骂到更加烂的时候 他很方便把东西去卸 他和CNN骂到烂了这个方法 我相信他会继续做的 他和民主党也都骂到烂了 虽然他把口说和民主党合作 但是真正来说 他会骂到烂了 骂到烂了便宜他 我做不到事情去挡 所以两年后 白人仍然是疯狂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 是不低的 特朗普 他如何去巩固未来的情况呢 我上一集 就会说 特朗普会换和贸易战 这个呢 是有些迹象 好像我说的 但是呢 我要先解释一下 美国国内实在有一个斗争很剧烈 究竟会不会贸易战 因为在斗争之下 混乱之下 可能仍然都是会 没有降级 可能最后 大家斗到乱了的时候 中和美最后都是继续撑到行 特朗普 特朗普的确是放了水 等到母音 看到刘鹤 叫刘鹤去美国 好像还未起程 但将会去 刘鹤和母音 本来就放在仓底了 刘鹤在中国国内做些金融改革 刘鹤 现在刘鹤又出去了 将会去美国 即是代表了 美国是有个想法想 讲和 所以基本上 我上一集说 方向中美贸易战 会转出缓和 其实有这个迹象出来 不过会不会他 内斗得太厉害 最后没有走呢 我又不排除 这个好像我说了 但事实上 美国现在 的而且他内斗实在太厉害了 民主党有平台 基本上 他们尽量都想搞得特朗普 很难 特朗普 特朗普 特专和他 揉烂面 吵架 好像罵CM那样 那 究竟这些事情 会不会 各样混乱之下 可能又 民主党煽动了人民 其实特朗普 都是 无能的 特朗普 需要 请一个强势 继续做 整色省水 但事实上 如果由现在 美国和中国去 罵 罵足两年 即是 贸易战的坏影响 会很早出现 即是 19年 年中 就会 那些东西都烂了 对特朗普 又不是那么有理 所以我维持 我的看法 我觉得 我觉得 比较大机会 贸易战会 混合的 19年 19年的年尾 才开始 再转出激烈 我会这样看 继续留言 有些网友就说 我为什么上一集穿背心 有些网友就说 你是不是开软气 开得很大 那在第二节目 我已经说了 其实我在香港 那你听其他节目 我怎么解释 我为什么在香港 那 陈丽就说 我觉得 川普 特朗普 特朗普 是会连任的 中国 但是会赢贸易战 这个我和你的看法 是一样的 因为 很多的说法都说 其实 美国的贸易 的逆差 对中国的逆差 完全没有降低 这个贸易战来说 中国其实都是 站在不满之地 因为中国的内销市场 已经 已经是大 比美国 就是逐渐来说 那你一个 内销市场 比你更大的国家 你怎么打赢它呢 你用一些 这么无理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美国 搞这个贸易战 以它的民主体制 它很难持久来搞的 所以我预计 它2019年去收兵 或者现在开始 找些方法 就去缓和 我仍然是这样看 如果它硬打几年 它的政权就很容易崩溃 所以 其实是很难打的 中国 中国不是一个 民主国家 有对方这样去 搞它 它可以哄到人民 忍的 但美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 美国人是习惯了 有张选票就可以勒索政府 拿利益 等等 所以 不会愿意 那么容易去忍 忍这个贸易战 带来的恶果 可以忍一会儿 但如果长忍几年 美国人是不肯的 我就是这么看 所以贸易战 美国真的很难赢 跟着呢 这位仁兄 叫做 密超四 杰斯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名字就是这样 贸易战是不会不打 分而自知 抑制任何强大的崛起 是海斗文化的基本意识 即使特朗普不做总统 一样会打下去 直到大卫王面对现实 这位仁兄的看法比较鹰派 我就觉得打打停停 你说如果特朗普下台都会继续打呢 因为现在的共识是要压制中国 共和民主两党共识 我都认同 但是怎么打呢 美国其实就 始终都是很难是 继续打 变成打打停停的方向 我们继续讨计几个留言 这位仁兄叫做 指拉布不拉票 拉布多拉犬等于 金主陈梅犬 就是叫他阿拉 以前都这样叫过他的名字 很复杂 他说官商乡黑的江派 勾结了外敌泛民 又恐吓习派反贪会王党 又对抗美国会亡国 一路一带会蚀大本 人民币会大贬值 秦惠想帮中国自毁长征 就岳飞君死 欲家之罪何运无辞 基本上 我觉得 阿拉的看法 他说 还有一些江派 反对习近平 我觉得 在十九大之后 江派 基本上对习 做得很公顺 基本上我不觉得 有理所说的这些东西 因为形势江派已经收缩了 我看到韩正 很多时候 都说习近平左右 不是韩正 竟然是林郑和崔世安 很多时候 习近平要韩正 怎么做呢 韩正会跟着做 很听话 所以我觉得 还有没有江派勾结外敌呢 如果早期少少 201314 我不排除江家有这样做 但是去到迟少少 2015 2016 2015 2016 比如说周永康被人抓了 直接判了坐牢之后 我觉得江家基本上 不是太明显 很多动作 跟习近平去抬肛 作对那些 我想不明显 Mandy Wong留言 美国白人的心态非常差 美国侵量别国 抢资源 欢喜着弱 白人的心态希望不露疑 其贪囊的心已表辱出来 这个都认同 因为美国的金融系统 就是 在玩一些这样的 抢钱东西 就是说 他不停印美金 国内不停借钱 借美债 其实整个国家 都挺取向不禄而禍 跟着用金融炒卖的方向 大家呢 没有高龙低 其实这些不努而禍的心态 是所有 以金融炒卖为主的 英美式的资本主义 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 对美国不是好事 到美国现在 整个国家都以这些方向为主 中国就说要脱虚入杀 所以其实这个方向 是 中国是实际很多 其实我觉得 中和美之间 那个斗法 在 in long run 美国是必辱的 真是没办法 不过你说 短期人民币会不会 穿七 我都说过 有可能穿 有可能穿 看看未来这几个月 到明年 我觉得也有可能穿 SS留言说 白人选人利己的心态 比较重 美国侵略的趋向 是不是毫无民意的 就是美国人 在全球扩张侵略 发动战争 根本是有民意支持的 根本是白人的本性 以前的年代 白人殖民的残暴 对有色人种 的人种 轻易的杀害 对红花 或者是中国人去那里 起铁路的时候 可能被白人杀 即使宗教 由中东先传去欧洲 改变是不大的 他觉得中东传过去的基督教 基督教本身是一个 比较温和的宗教 但是白人的演绎里面 仍然他们的品性没有变 其实基督教本身很强调爱 所以其实都 真的应该是品性要温和一点 但是白人呢 就是 天性是残忍的 就是他这样看 跟着呢 亚洲人崇洋 就是输的缘故 开始在清朝 中国才会输给西方 其他小国 怎会不怕西方呢 基本上都认同的 接着呢 Matureforses 继续留言 在第二节里 他说始终都不认为 贸易战会放缓的 反而会更激烈 我和你的看法有点不同 不要紧 我照读你的留言 原因就是 民主共和两党都要利益 分装不云 只能到外面抢 美国国债这么重 大家就等钱花 所以 问题是 如果中国和美国打贸易战 我始终就觉得是有代价 我代价浮现起来 其实都真的不是人敢品 所以都 不是这么简单 我认为 第三个留言 有些人士都留很大段东西给我 我也很感谢你们的留言 有位人士 名字是希伯来文 写很大疏野 不要怪我 我读不到 但是 他也是说 美国的侵略 那些东西 大家都很认同 Simon Lee留言 真作假是假亦真 无谓有处有无谓 他说其实贸易战搞哪科呢 首先呢 就是25% 入口关税 是由美国买家 入口商 自己 美国买家 入口商 自己报关交税 即是说 现在逼到美国 自己亏了 都要入中国货 因为没得选 我们的厂家 斗领都不需要给 即是说那些关税 美国佬自己亏了 现在呢 美国的零售价增加 意思就是 所有关税 由美国人给 中国有什么损失呢 我想一件件货品 但是我相信 有些货品 因为中国那里 一定要买中国货 迫着要 美国的商家 一定要代中国那边给 要不是 怎么卖给你呢 亏了给你呢 因此 就导致美国少买中国货 但6至9月 财政部公布呢 美国的逆差 越来越创新高 明明是美国自己打自己 胸口 为什么中国扮痛呢 特朗普是美奸 即是说 其实这个加关税 对中国的入口 其实有很多货品 都影响不大 因为找不到代替 那么呢 这些又补充了 补充一点就是 除了本人有质疑 有留意国际新闻的话 格兰斯部也公开质疑 美国自己呢 承担了一切关税 那贸易战的成效如何呢 为何大家炸不知 美国玄机在哪里呢 所以三银衣这个港八 我都 挺buy的 因为我相信呢 美国国内呢 其实 是很多做生意的人 都相差得很重要 就是他背了这些数 然后呢 三银衣有另一个留言 他就说 也去简单说 欠美国钱 就要用本币 买美元还债 或者买美元来买石油 美国强 美国强美元 对美国有利 因为对加需要给多些本币 倒转过来 美国劝人家钱呢 或对加手头上有大量美金呢 逼对加本币升值呢 美国还回贬值的美金呢 回回的本币呢 就少一折了 所以美国对不同国家 不同时间呢 需要不同的货币策略 如果你不按他的需求 升值或贬值呢 你就是货币操纵国了 我想Simon Lee说得很好的 如果中国拿着这么多美债呢 美国应该的策略呢 就长远逼人民币升值 所以就令到 美国可以还 还给中国的钱还少些 如果用人民币算来说 但是对那些穷的国家 你赚美国赚钱的 最好就逼你贬值 让你还钱还多些 所以呢 其实就看不同的情况 人民币穿漆 只是一个心理关口 吹这个呢 中国崩溃论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 中国现在拿着美国这么多美债呢 美国对的策略 是应该逼人民币升值的 那么现在呢 人民币这样跌呢 其实对美国都是 都是一个威胁来的 梁山啊 阿谦呢 留言就说 美国帮美嘴正棍 现在日日就说 明日大雨 填海会涌光处备 又在这玩恐吓 很多香港人 还没识穿去的谎言 九争一假 已经是美国势力的套路了 万师万年 什么人都会中招的 那么 很多谢了 阿谦就留言了 另外呢 还有 阿Wen就留言了 SumiWen他就说 支持中国就很适合自己国情的路 不要代入美国陷阱的 好 现在中美贸易战这些的 发展我们再密切留意啦 我就 跟有位朋友刚才说的 就很不同 他就觉得贸易战越打越厉 但是我不是这么看 那就看看将来会怎么发展 好 拜拜啦 好 等会 我们 那 好 我 小